恭喜世間委員 果然是斬妖除魔真男人 我們都小看高嘉瑜了呀 嘉瑜已經馬上明白 應該要站在哪一邊 英系賴系第一站 看起來英系大戰上風啊 一個憲政的立委 都被打到沒有辦法連任 何志偉他們會有 還會有什麼後續嗎 一定會有的 但是他現在就是說人一時嘛 就在何志偉初選落選之後 高嘉瑜委員在下午很快 大概一兩點左右 馬上傳了一個訊 恭喜世間委員 果然是斬妖除魔真男人 簽名照要記得 董哥你看到沒有 我們都小看高嘉瑜了呀 他家瑜已經馬上明白 應該要站在哪一邊 王世堅跟何志偉這個選區 何志偉他們家族在這裡經營太久了 對啊經營太久了啊 那經營太久 但是他們最主要過去是經營哪裡的 就是士林跟北投 那這次北投沒有 因為以前是議員的選區嘛 那他現在是士林的一部分 跟大同 一部分 一部分 那大同是王世堅的選區 議員選區 所以 這一次對何志偉來講 他變成他要用他的士林去對抗 王世堅的大同 可是那些 那些藍營的人對 對王世堅有好感啊 他常幫我們在批評英堂啊 何志偉這次輸了 很多人覺得說 哇 那你們家族經營這麼久怎麼辦 因為他是個小拍戲 大家把他打掉 綠色有餘連線 對對對 這一次等於說 所有這個拍戲 包括英系 英系當然就是 就是莊瑞雄嘛 然後 他們就手指王世堅 黃成國就手指王家抱 何志偉把他幹掉 反正他小拍戲 不會有人聲援他啦 對啊 那何志偉那時候就很恐慌說 那他只好去靠賴清德 所以賴清德就派出他的子弟兵 去幫他站好 可是雙方真的是短兵相接 已經打到 沒有轉圜餘地了 但是 最後雙方都收 就是 王世堅還講說 何志偉年紀還輕 然後何志偉說 我會繼續努力 那 這一局 會不會還有後續呢 因為坦白講 在我的角度看 英系賴系第一戰 看起來英系大戰上風啊 賴系等於被打到丟虧技甲 一個憲政的立委 都被打到沒有辦法連任 這個 所以高嘉儀才說 恭喜世堅啊 因為他是賴系啊 所有人都討厭 高嘉儀 除了藍金不討厭他 所以高嘉儀馬上求生意志發作 恭喜世堅委員 果然是斬妖除魔真男人 你覺得後來後面呢 何志偉他們會有 還會有什麼後續嗎 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但是他現在就是說 忍一時嘛 因為在民進黨裡面 你不能說我叛黨 我來跟你怎麼樣 民進黨叛黨 不會當心